戴着口罩高喊口号 叶小姐好生气 因为自己拿出积蓄 加上贷款花了上亿元 买了两户位在高雄的豪宅 都还没有入住 验收时却发现豪宅浪灿 让他气得被上抗议 主卧室为什么没有 那个分离制冷气的 那个牌子可以充 主卧室天花板管线外露 位于设备更是让叶小姐好生气 当初与建设公司约定好的项目 却全部不一样 就像是大家来找茬 他在顶楼他加盖了厕所 二次施工 那为什么他在顶楼加盖了厕所 当初我们购买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DM上面确实是有厕所 跟更衣室 但是呢我们请第三方公社来验误后 发现浚工土里面 竟然是没有厕所 而让他更不满的是 建商二次违法在顶楼失座 明显不符合法规 没有理我们啊 我们也跟他讲说 就像刚才有记者问我说 那像针对国泰这个部分 那你们不要你想解约 对不对 这怎么叫解约 你违法还解约什么 你根本就是应该把钱退完 给我们不想配合你的违法 面段指控建设公司发表声明 表示多次通融 叶小姐在期限内没有完成交屋手续 屋顶冲洗区也是因为 国安委会的需求在增设 契约也是经过消费者审约之后 才签约绝无欺骗的行为 而目前已经与叶小姐解约 而余款的部分已经办理清偿 叶小姐花继续砸一亿元买房 却跟理想落差太大 决定跟建商杠到底讨回公道 记者 姚立强林出方 SNG小组 台北报道